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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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疫情三集 待在家呢 呃... 現在是防疫第三集 所以不能在外面亂跑 那就乖乖的待在家 那之前我在臉書跟大家分享 有這個拌麵啊 還有我的營養早餐啊 還有我的這個小黃瓜 它都受到大家的歡迎 那我今天還有一道 我自己非常喜歡 我先生也很喜歡的叫做 甜肉火鍋 就是呢改良式的 這個日本壽喜燒火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食材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甜肉火鍋呢 第一個就是一定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台灣豬肉 本地生產的 另外呢最重要的 我最喜歡的食材就是 番茄 讓這個營養 然後又酸甜酸甜 那當然還要有一些蔬菜 高麗菜 還有最重要的洋蔥 這個蔥要下去提味 那當然甜肉嘛 通常你可以用醬油跟糖 那我是用這個味醂 大家可以視自己的需要 跟想一個來放 不是 表演那個豆腐 把 多甜肉 因為它才可以炒出 所以想像一般 香味 魯狗 因為它可以炒上西瓜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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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健康 哈囉 是不是很簡單 又很健康 顏色也很漂亮 豆腐 魚丸 番茄 小米甜肉火鍋 疫情警戒三級 除了必要工作之外 大家最好待在家 待在家最好的休閒運動 就是來做菜 做飯 大家也來分享你自己拿手的 或者你覺得可以跟大家 來介紹的食譜 大家一起來創造 防疫食譜 耶